哈囉大家好我是Aries 歡迎收看Aries Channel 今天是艾瑞斯的愛吃貨單元 之前呢我有拍一個 夏日冰品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現在是冬天嘛 很冷 還要穿後外套 現在又在下雨 想說大家來吃一些 熱熱的東西 暖活生子 那今天呢 我就第一個點 來到了饒河夜市的 玉品園冰火湯園 大家去看看吧 Let go 這家玉品園呢 其實本店是在通華夜市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分店饒河夜市的 那他的招牌呢 就是這些 酒釀的跟桂花的湯圓 那看你是要 芝麻的還是花生的 那我想要點 芝麻的好了 點一個 目前 我們來喝這個 酒釀湯圓 我之前其實有吃過這一家 可是是冰的 也很好吃 那這次來就吃熱的 我剛剛是有加蛋的 覺得 好像蛋花湯有沒有 他們的湯圓 其實比那個 我們家裡會買什麼 桂冠湯圓 還要小顆 因為他這邊都是自己做的 它酒味好重喔 有點苦苦的 酒味 然後裡面是包芝麻的 黑黑的 好吃好吃 等一下 這酒味真的好重喔 平常喝酒嗎 平常喝酒的 那你等一下會不會暈倒 我覺得加蛋的牛肉 口感很像粥耶 這樣我不會喝醉 可以一點吃嗎 不行不行 這個是桂花的 它的就比較清香一點 不會像剛剛那麼濃郁 對這個我比較能夠接受 而且它每一桌 其實都會附這個桂花蜜 就是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的話 是可以加的 就會比較甜一點 你看你看它上面 真的就會有那個桂花的花瓣耶 小小的黃黃的 很可愛 它真的也好好吃 好甜喔 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個酒釀最主要是要讓我們的身體熱起來 因為現在冬天嘛 這樣子就會比較 我的熱情 啊 好像一把火 啊 熱起來 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有點醉了 我臉都紅紅的 我就說我很容易醉飽 真的沒有辦法喝酒 抱歉你繼續繼續吃 不然你喝熱的話 你就可以喝冰的 現在是冰的你就可以出去 然後呢 就一樣很冷 然後還是很冰這樣子 我覺得拍片拍到我好熱喔 我們可不可以點冰的來吃啊 而且你今天又拍熱了要吃熱了 蛤 這我好熱喔 我們去下一家囉 好去下一家吧 去下一家才點 第二站我們來到雙蓮捷運站附近的雙蓮圓仔湯 飲料湯 我自己本身也很常來這邊 所以你們想要讀我的話就可以來這邊等了 只要是台北市的人都會知道這一家 只要提到 哪裡有好喝的什麼甜湯店啊 都會指名這一家喔 那我們話不多說 得進去看看吧 上了熱騰騰的紅豆芋圓湯 我自己本身呢 只要是月經來的時候 都一定是會來這一家買紅豆湯 所以你們想要追我的話 知道我進來的時候 你就去買這一家喔 知道嗎 指名這一家 喔你還有月經喔 廢話 那這一家的味道我自己很喜歡 而且它還蠻甜的 紅豆泥 然後它裡面的料呢 你可以選 比如說湯圓啊什麼的 可是我選的是芋圓 因為我自己好喜歡吃芋圓喔 然後他們的芋圓啊 其實是圓圓的 就跟我們看到的那種 長方形的芋圓不一樣 然後一樣吃芋圓的那種嚼勁 很喜歡 啊好喝喔 如果是像我一樣 這種螞蟻人很愛吃甜的人 就可以來這一家 絕對會合你的口味 下一個呢 是我從來沒吃過 然後我看到菜單上有 我覺得可以來挑戰一下 就是辣的烤麻糬 我覺得很酷嘛 烤麻糬然後是辣的 感覺就很可怕 上面撒了很多海苔 然後有那個紅紅的辣油在上面 感覺就是很可怕 這好像跟主題不太一樣 可是沒關係 我就是自己想吃 今天好像都吃湯圓麻糬類的 對啊好像都是這種糯米的東西 有點像那個 辣丸的那種口感 其實就是辣丸的感覺啊 不會到很噁心 不會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很辣嗎 很辣 平常會吃辣的 平常不太會吃辣 而且它只要是有點任何的麻糬 不管是辣的 鹹的甜的 就會送一杯茶 這樣 這家一樣也是會有剉冰跟冰體的 夏天也是可以來吃 就依依你的口味看你要給什麼 而且這個主要是還有賣烏龍麵 還有泡菜什麼的 然後整家店都是全素的 就是素食的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這樣子 一見給大家 那我們下一家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 大橋頭 大橋頭 孫生 大橋頭贏命長的雞排 對 贊妹要找他 要去那邊吃 香脂麻糬 好啊 我們是推薦的 我們今天都是走一個 麻糬湯圓風 冬季熱甜品 好 不好意思 好 不好意思 我來第三間 又一樣吃甜湯 這次點的是花生湯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 熱的甜湯一定要配麻糬 剛剛前幾家裡都是這樣 就像是豆漿一定要配油條 就是可樂一定要配漢堡 可是我漢堡都配雪碧耶 不是 你只能配可樂 對 不是一定要的就是 如何合 我規定的 OK 你規定的是不是 對對對 那我們先來喝喝看吧 紫蘭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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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好甜喔 我一樣吃了你喜歡的甜 對 而且它老爸先煮得很爛 所以你就是直接可以吞下去 完全不用咬的 對 又是麻糬 我們今天看到它好多次了 不過上一家我們是吃辣的嘛 這次就是吃甜的 來試吃喔 好甜喔 很甜 這也是很多人排隊的 很多阿公阿嬤都喜歡來吃 因為這種就是他們的古早味 那種菇咖啡的東西 Aris你在幹嘛 紫蘭好燙 感覺像懷孕了 幾個月了 這個齁 辛苦懷了三碗湯 還有三個麻糬的肚子 而且我肚子已經扣不起來 所以我其實是解開的 反正凡苦的T恤很長 大家可以去買凡苦的T恤 可以遮肚子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吃的三家冬季甜品 我覺得三家都還不錯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吃吃看 那如果你們想要看我吃什麼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地方跟我說 我們就去吃給你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這邊結束了 記得要幫我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